台湾女神也遭性骚扰,公关代表直接把鸡鸡晒出来放在她大腿上,让她崩溃转过头墙忍对方为所行为。 女性在职场上或者社会上一直享有不平等的待遇。 从好莱坞演艺圈开始的V2运动持续发酵,之后在南韩、台湾等都掀起浪潮,全球终于正适应世界性骚扰,性侵害问题。 艺人张艾亚拥有窈窍身材,甜美脸蛋,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女神,近日在节目中自曝在工作时曾遭到性骚扰,对方竟直接把LP放她大腿上,隐忍了十年才敢说出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张艾亚在女神情暴局中透露十年前曾遭到性骚扰的恐怖经历。 恶狼是见过几次面低公关公司代表,当时她坐在高脚椅上卖稿,对方却整个人贴上来,接触便把LP放在她的大腿上,因为年纪小,又胆心会影响工作,她只敢强忍悟心转过身去,继续完成接下来的工作,却造成心中极大阴影。 事实上,张艾亚刚出道时曾被骂过北港香炉,那时候观众认为她为什么可以一直上节目,怀疑她跟制作人有染,所以在网络论坛上攻击她,那时大学生的制作人是女生,所以根本不可能有这件事,但听到网友的谩骂,心情仍会受到影响。 由大学生为梅出道时,张艾亚一口爆牙常带来咬字不清,乱喷口水的困扰,不仅因此遭到善效,还失去许多工作机会,直到2012年花了40万做完症恶手术,幸运也跟住转变,本来三个月都没有工作上门,如今一个月就能有20个以上的通告,面对网友的酸言酸语,她认为这其实是敬业的表现。 不只是张艾亚,大学生的梅班迪米安琪也曾被男歌手性暗示,某次跟一位歌手及朋友们去唱歌,隔天收到这位歌手传来的讯息约看电影,她则表示因自己很爱看电影,可能都已经看过了。 没想到对方直白表示,可以一起看电影就是可以XX的暗号,吓得她赶紧拒绝,她透露该名歌手约30岁相当有名气,国台与歌曲接有,她说得比唱得好听。 运动